欢迎回到我们的美洲36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之前 汽车界发生了什么大事 首先要带大家看的是这个 宾越X的申报图 而且这款车将会更换全新的 1.5公升四缸涡轮这样的引擎 虽然说这个宾越在中国市场 刚刚推出了小改款 可是吉利官方呢又向这个 中国的工薪部申报了 宾越X的消息 这个宾越X的外观设计 跟之前的这个博越X非常的类似 都采用了非常激进 非常运动化的外观 而且这一次最大的卖点就是 它更换了1.5公升的 4缸涡轮这样的引擎 在马力表现呢也比之前的 1.53缸涡轮引擎还要高 之前的引擎是177PS 这一次新的引擎是181PS 重点是4缸引擎更为符合 中国消费者的需求 不过目前这个只是原厂向中国官方 申报的一个信息 并没有消息指出这款车什么时候会上市 而我相信很多马来西亚的消费者 都会好奇这个马来西亚的 X50呢 会不会更换这具引擎 根据我们的消息啊其实 短期内是没有这个可能性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买 X50的话就可以继续去买 不需要担心 只是首先要有车给你买 第二则新闻 全新一代的C-Class正式登陆马来西亚市场 两个车型 两个车型都是48V轻度 混合动力系统 在等了那么久之后 全新一代的C-Class 总于正式进军马来西亚市场 不过暂时还是以CBO的方式翻售 所以价格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高 这一次全新的C-Class呢有一个称号叫做 迷你S-Class 这是因为 除了车身尺码比较小之外 它基本上跟这个全新一代的S-Class 是一模一样的 包括比较圆润的头灯组设计 很遥远的尾灯组设计 还有中控台那个非常大的 OLED 萤幕 这个萤幕呢 因为采用了OLED材质的关系 所以在墙光下看呢 它还是显示非常的细腻 而且很少会有反光的效果出现 重点是系统非常的流畅 这个是我个人蛮喜欢 这一代全新C-Class的地方 而除了这个外观跟内装的设计 比起上一代进步很多之外 全新一代C-Class 在马来西亚市场有两种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是1.5公升的引擎 跟2.0公升的引擎 这两具引擎都有涡轮增压 都有48V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在最大马力表现方面呢 1.5公升的版本最大马力是204HP 峰制流力300Nm 至于2.0版本呢 最大马力是258HP 峰制流力400Nm 匹配的都是9速的自拍变速箱 目前各位已经可以在各大的Mercedes-Benz展示厅订购这款车 所以预购重塑 第三则新闻就是Toyota Avanza Veloz 将在今年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并且以CKD的方式贩售 而且会有TSS系统 其实我们都知道Produa的全新一代MPV车型 其实就是基于这个Avanza大造 而最近我们获得了一些非官方的消息 就是说其实Toyota也会引进Avanza 只是他们只是引进这个高阶的Veloz车型 至于Veloz车型跟普通版本有什么差别呢 第一点就是外观 Veloz车型的外观设计 非常的前卫 非常的运动化 而且并不像MPV 反而比较像是Expander 或者是BRV这样的跨界车型 第二点就是内装的设计也高档了不少 除了有这个氛围灯设计之外 它还有电子手刹车 以及Auto Hold的功能 重点是 在中控台上面的这个触屏主机呢 还支援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另外 也有这个半数位化的仪表 所以整体看起来呢 它跟之前的Avanza真的是天原之别 引擎的部分同样的 搭载的是1.5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106PS 峰值扭力表现137Nm 只是变速箱从原本的四速自排变速箱 变成了DCVT 所以理论上它的加速表现跟油耗表现都会更好 重点是因为是7人座的关系 所以它搭载着TXS的险进安全配备 只是没有主动式定速寻常而已 我觉得这款车来到马来西亚市场的话 如果它的价位跟Expander接近 应该会大卖 只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详细的 资料呢 这款车什么时候会上市 所以我们就等等看嘛 第四则消息 新世代的Sky Active Engine 将在3月8日收发 最大马力表现超过300hp 其实3月8日 Mazda 官方会公布全新一代的SUV车型 就是CS60 而根据日本媒体的消息 CS60 上面也会搭载新一代的Sky Active 引擎 这些引擎是什么呢 分别是2.5 公升的Sky Active G 引擎 加上这个PHEV的混合动力系统 第二款引擎就是 Sky Active X 加上48V的 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第三款引擎就是全新的直列六缸 Sky Active D 柴油涡轮阳引擎 其中这个2.5 公升的Sky Active 居家PHEV的版本 马力将会超过300hp 我们都知道 Mazda 的车款一直以来都是以这个 出色的操控表现跟驾驭感受闻名 只是进入了Sky Active 的世代之后 它们就不是那么专注引擎的动力表现 虽然说表现不差 但是跟其他的车款 性能相比就真的是 有点差强人意 所以我们相信这个新一代的Sky Active 引擎 可以弥补这个缺陷 只是目前为止我们还不清楚新一代的Sky Active G 引擎 在马来西亚市场会有怎样的规划 毕竟Sky Active X 引擎在国外已经有了一段时间 但是马来西亚市场因为汽油品质所以没有办法引进 我相信这个Sky Active G 2.5 公升加PHEV 的版本 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届时大家就有动力强大的Mazda 车款可以开的 300hp 哦 最后一个新闻其实我们之前也有提到 就是马来西亚版本的Honda HR-V可能搭载涡轮增压引擎 而最近这款车就被网民目击到正在马来西亚进行测试 其实这款车作为Honda 的全球战略车呢 引进马来西亚市场是肯定的事情 只是据悉呢这款车原定是在去年的年末发布 可是大家知道去年 我国发生太多事情了 首先就是这个MCO 再来就是这个芯片短缺 所以导致很多新车都没有办法如期推出 但是现在由于原厂正在测试这款车 所以我们相信最快在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款车了 而马来西亚版本的动力配置呢我们预计会有两种可以选择 分别是1.5公升的IMMD混合动力引擎 最大马力130EPS 峰值扭力表现253Nm 以及我们这次的重点 1.5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根据印尼媒体的报道呢这具1.5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马力表现可能没有CV那么高 不过也有178PS的表现 至于峰值扭力表现则是维持在240Nm 匹配CVT的变速箱 我相信呢 HRV 加上这个涡轮增压引擎对于马来西亚市场的消费者行李会非常的大 只需要配上一个合理的价格这款车大卖是肯定的 只是这款车也没有可能压在12万令吉呢 等等看应该会有惊喜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每周360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